哈喽大家好,我是人在旅途的丹尼尔 今天我将带大家前往位于蒙特利尔北部130公里的Mount Tramplank去欣赏红叶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Tramplank湖 我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拍照了 地波荡漾的湖水加上满山红叶做背景 这样拍出来的照片确实没翻了 离开湖去的下一站是Tramplank小镇 从停车场前往小镇的林茵小路 真可谓是最美林茵路 这里色彩斑斓,小桥流水,绝对是诗情画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建在山坡上是欧式的度假村设计 乘坐入口处不远的免费缆车 就可以来到小镇的最高处 从这里可以乘坐付费缆车 登上山顶 一览整个度假区的全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面可以试看整个Montan Brown镇的风光 Montan Brown这个小镇是北美东部排名第一的旅游度假胜地 提供一年四季不同的游览休闲度假活动 这里冬天可以滑雪 雪场拥有102条不同难度的滑道 提供了1900多间客房 大部分客房还配有厨房 小镇内遍布各种餐厅 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 小镇在夏秋季安排有灯光节、音乐节、高山滑锁等项目 来到此处避暑赏夜 绝对是人生之中最值得的体验之一 遍布小镇的75家不同商铺 也给游客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川普浪小镇一日游就要结束了 但我的旅程还要继续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订阅、点赞、转发 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所有的更新 感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